有一次你覺得我該給一個女的 1.5萬的生活費 他說不給他的話 他這個月就沒錢的生活了 這女的是你的誰啊 那個女生有男友了 但是他並沒有跟他男友講過 沒有錢這件事 所以跑來跟你說 我跟他認識兩三年 你一直都很喜歡他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才很猶豫 到底要不要給他1萬5 幹他媽的 給他5毛吧 垃圾這女人 我跟你講你那1萬5啊 省著吧 幹當這個女的開口跟你講這件事情之後 你已經可以不要把這個人當成朋友了 他利用你喜歡他這件事情 來跟你借錢 這是一個多缺德的事情 朋友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有困難不找自己最親近的人 去找像你這樣子的人 就是在利用你 他不找他男朋友 他怕他男朋友不開心什麼什麼幹嘛 但他都不會擔心你不開心 你也喜歡他 然後他是給他男朋友差 他不是跟你差 那為什麼錢要跟你接 不然你就簡單一點 1萬5一次 你看他怎麼回你 1萬5一次很貴了吧 你喜歡的嘛 夠貴了吧 你自己算給他聽啊 你自己算給他聽 你去外面買 可能只要三五千 買好一點的1萬 我給你1萬5已經給你最大的尊重了 而且你回去之後 你還是跟別人上仇 一樣的道理 這樣你也不虧 不是這太沒道理 他那個心態 如果他是這種心態 你用這種方式跟他講話 你一點都不會不尊重他 幹他的出發點 我覺得很有問題 當然我可能這樣跟你講完 你還是會接他 我這邊認真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信心左 在我跟女生聊天的時候 我信心左 在我跟男生聊天的時候 我信心左 希望以後你們記得這道理 女生會在很奇怪的時間點 迷信 你在那個地方潑到冷水 你們就是沒辦法 你了解一點點 不管這東西是對還是錯的 你多了解一點點 你就多一點機會 女生會跟你聊星座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星座 男生可以當成幹話來聊 你可以當成神學來聊 當幹話聊 如果我會 你們一定也會 他說 喔 幹我這台灣哪個哪個星座的男生 我跟你講 我也覺得那個星座的男生 有點問題 我生命有幾個朋友 這個星座 他們都有這些通病 你又幹掉一個星座的人 只要那個星座沒有講到是你 如果那個星座講到是你呢 你會想說 你知道嗎 我也是這個星座 可是我覺得 這要看人 這個星座 像我啦 我遇到你 我重視你 我這個星座就會為了你而改變 看重不重視而已 相信星座 大家都說金牛座很摳 不是嗎 我很常在外面請吃飯吧 蠻大方的 你要我相信金牛座很摳 對啊 今天一個女生 你們金牛座都很小氣耶 我覺得 如果這女的我有興趣 我就跟他講說 我只對喜歡的人大方 對不對 如果這個女的我沒興趣 我可能就跟他講說 不知道為啥看到你我就想小氣 呵呵呵呵呵呵呵 看情況喔 你們金牛座都是垃圾怎麼樣 對啊 我們平常都是垃圾 嘖 可是 如果你是我喜歡的人 我會為你付出 我就會整個改變我自己 怎麼可能 你們怎麼可能會改變 我可以從現在開始 就開始改變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不然我們讀讀看 你可以在這個禮拜認真看看我 檢視我看看有沒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如果這個女的 不小心在這個地方 吃了這個鵝 好那我這個禮拜 就認真看看你會怎麼樣 那他這個禮拜都要好好的看看 這個禮拜過完 你就問他說 我是不是有地方不一樣 對不對 有兩種可能他跟講說 我覺得跟我想的完全一模一樣 至少你們還有一個話題 蛤 我原來我真的這麼爛 對不對你們又有一個話題 如果他看見了 你裝個樣子不一樣 他想說 好像星座真的 真的有點不太一樣耶 你好像真的很不一樣耶 欸 你在他心中又有一個特別的地位 你不一樣 這個時候你就開始聊他的星座 我覺得你這個星座 也有一點問題耶 你這個星座 大家也都說你很不好 你是不是也這樣子 我沒有啊 不然換我看你一個禮拜 你做給我看 對不對 這樣你們兩個就有 兩個禮拜的相處時間 你們這個星座 是不是都很難約啊 沒有啊 我很好的朋友就很好約啊 明天吃飯要不要 可是我明天又是 你看那你是不是很難約 不然你直接講一個日期 不然 難道我們不是很好的朋友嗎 對不對 他這樣子他就很為難 他又不能夠直接跟你講說我們不好 明天沒空沒關係啊 那你挑一個日子 我不要自己挑 難不成你要跟我說明年嗎 他跟他 下輩子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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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